哈喽大家好 好久没来续集吃下午茶 不知道有没有新菜色 身为金卡会员的我要来分享取餐攻略 让大家可以在短短两个小时的用餐时间 吃到最多的美食 不留遗憾 续集心意店最令人诟病的就是动线 但三不转路转 攻略一在报到取餐号码牌时 先问柜台 座位大概位在哪一区 二事先分配任务 分开行动 同行亲友一位跟服务员去看座位 并在座位留下信物 例如外套工 其他先行取餐的亲友识别 其他人分别到各餐台帮大家取餐 一进到续集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最受欢迎的螃蟹区 还有一些冷盘以及生鱼片 平日的小茶没有提供松叶蟹角 不过螃蟹的蟹膏丰富 记得要拿取蟹爪的夹子 攻略山你要吃回本还是吃开心 要吃回本这区请略过 除了螃蟹以外 我觉得其他冷盘表现普普 就是十之五味七之可惜的餐台 有时间再来吃吧 饮料区就在螃蟹区的对面 我建议可以先点几杯 在下午四点过后排队的人潮会变多 不过在水果区也有饮料可供自取 从观碗可以知道续集的食材都来自于日本空运 台湾卡妈调的每日限流 澎湖鱼港新鲜直送 我个人认为续集的生鱼片 及沃寿司表现比想想优秀 不容错过的有碟鱼干贝 失于炙烧握寿司 口感软嫩没有腥味 连出饭都好好吃 这一区是鸡站区 大家一定要趁其他客人跟服务员去看座位时 马上来这一区拿取 只是炙烧握寿司有限制 每人一次只能拿三罐 其他的日式小菜啦 还有手卷没有限制 中午没有吃我肚子饿到手发抖 生鱼片没有腥味 吃起来还有一点点的甘甜味 小菜类没什么记忆点 鲍鱼生鱼片也好吃 铁板区也是重点排队热区 下午茶提供大虾及鲜鱼 有限制每人每次可以选择两项 就是例如我要两只大虾 或者是两块鲜鱼 或者是一虾一鱼 这是刚刚拿的日式小菜 是虾 下面应该是山药 另外这一盘是蟹肉沙拉 还有我拿的铁板大虾 虾以及鱼 首先我要称赞这鱼鱼皮煎的酥脆 鱼肉鲜嫩非常好吃 不过这虾好像运动过度 虾肉过于结实 就是煎过头 而且我拿了好几次 都是一样 非常的硬 这一区是软壳蟹 及大虾寿司 以前吃觉得很惊艳 但这一次吃就觉得还好 没有吃过的可以尝尝看 旁边的烤箱鱼会更令人期待 烤箱鱼每次烤好都是被秒杀的 所以可以问一下师傅大概多久我会烤好 就提前来排队吧 这是卤烤牛排和猪肋排区 猪肋排我这次去问了两次都还在烤 所以我就没有拿了 这个是软壳蟹手卷 还有我拿的卤烤牛排以及香煎牛小排 在卤烤牛排区有刀叉大家记得拿 但是这个刀子非常的难切 大家看一下我切了多久 还是没有办法切 牛小排的表现 我觉得精华的百利厅表现比较好 所以大家有机会到百利厅可以多吃牛小排 炸物区一项不是我的菜 不过你看还是蛮多人喜欢吃炸物的 有一个很像章鱼烧小丸子 就是这个还不错吃 烤箱鱼超强瘦 直到最后我已经吃饱了才不用排队 其他的烤物区有五花肉松板猪鱼肉 还有烤玉米烤玉米非常的甜 推荐今天的帝王蟹汤深得我心不会过咸 而且蟹肉饱满好喝 燃烧吧 燃烧吧 隔离 这个隔离汤也是来续集必点 隔离非常的大颗 但是我家人说隔离好像变少了 一碗里面只有三颗 那以前是几颗呢 但到底为什么火要开这么大 我好怕师傅被烫伤 虽然这篇分享的是攻略 但是其实我到吃到饱 并不是为了要吃回本 而是因为选择比较多 家人喜欢吃的都不一样 所以拿过第一轮最爱之后 我就来排我的次爱啦 我最喜欢的是鲑鱼青尺手卷 拿到手卷要记得先吃哦 要不然海苔皮会变软 有手卷架就给赞 我不明白凯飞屋还有百利厅 为什么不用手卷架 来逛逛甜点水果去吧 冰淇淋是汁汁的冰淇淋水果切的非常的整齐 我必须要赞美这个凤梨超级甜 大家一定要记得拿 人形烧油抹茶及巧克力口味抹茶非常的香浓 丝滑推推 另外这些日式甜点区就是爱的人就爱 不爱的人就不爱 像我的家人是一口都不会吃的 但是我还是特地的拿了一些拍给大家看 在这一盘我喜欢绝饼巧克力还有大夫 现在续集的定位不难 电话也是一打就通 我觉得续集就像自幼班的中等生 他的成绩没有好到让同学羡慕他 或者让老师能够对他印象深刻 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就是哦那个谁谁谁 哦续集哦我知道了 但是印象不深刻 续集这位同学他自己也没有心想要努力的拼一下 拼到第一名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续集我已经好久没来 但是菜色几乎一模一样没有改变 我记得我一个前辈曾经提过play safe 我觉得续集就是想要play safe 没有想要求新求变求更大的进步 只想要维持现状无功无过 我个人是期许续集想想想想食天堂 在菜色方面可以再多样化一点 加油吧续集同学希望下次看到你 你的成绩可以再进步一点点 让大家对你印象更深刻 关于续集的菜色大家可以看我之前拍的影片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再见拜拜